这一篇段落翻译是有关于音乐的 我们先从第一句开始来 大部分人都同意这句话 音乐能美化人生 大部分人英文我们的写法是用most people 动词出来是agree同意 同意后面用with with可以接人 也可以加意见看法等等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用agree with 同意什么这句话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小心了 因为同学一看到这句话就会写the word 这样就不对了 the word是这句话 可是后面所表达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单字 它是一个概念 一个讲法 一个说法 所以我们英文要用the saying 这个说法这样才是正确的 什么说法后面就写出来了 冒号补充说明 音乐能美化人生 music can 美化把那个beautiful 转动词用 就是beautiful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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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化人生 这是一开始的句子 我们继续 我们再看下面 说明了 音乐有多种 有些人喜欢什么 有些人喜欢 这个结构就很棒了 有些 有些 不论在翻译 在写作 都是很常看到 我们把这个答案给它完成 音乐有多种 同学不要写到 music heys manning forms 有很多的种类 这样写法就不对了 因为heys 一般都是用在主词是人 或者是人所组成的一个机关团体 事物 表示事物有 我们一定要用deal is deal are 这个写法是不好的 尽量避免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写说 there are various various kinds of music 有various kinds 各式各样 各种的音乐 到这边 我们可以 这个 冒号 后面就 或者是给它句子结束 后面再补充说明了 有些人 喜欢 古典的 有些 有些用 这个 some some 或者是 some others 这两个写法都很好 some 喜欢 like 这个 喜欢啊 同学常常会跟像混淆 写成了some alike 这个alike并不是喜欢 like才是喜欢 alike是指很像的意思 所以这个舒服的地方 我们尽量要避免 喜欢什么 喜欢古典的 英文叫classical music 好 后面的 有的同学会写到 while 而 还有呢 写到and 有些是some like 现代的 modern music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 while 一般来讲 都是用在正面 负面 比如说 有些国家很有钱 而有些国家却很穷 这是正反面 我们用while会比较好 可是这个地方 并没有正反面 这只是讲说 有些喜欢古典 有些喜欢现代 这只是一般的叙述 并没有强调正反面的对照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and while 并不是很好 老师就做一个问号在这边 要and才是正确的 这只是一个事实的呈现 好 这个地方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也是常常会疏忽掉的 第二句我们来看 音乐爱好者都认为 他们的生活充实愉快 主词是音乐爱好者 英文的写法就是 music lovers 这样就对了 music lovers 就音乐爱好者 都认为 or think 认为什么 后面就是名词子句 他们认为的事情就在后面 他们的生活 好了 同学一看到 他们的生活 就会用 dear life 当主词 不过老师建议 不要这样子写 尽量 如果说这个句子 牵扯到人 尽量用人 来当主词 这样比较好写 比较不会出错 老师这个建议真的非常的中肯 所以我们现在用 建议的事情 letter 子句 我们用人当主词 他们 他们生活 充实愉快 就是他们过着 充实愉快的生活 这样子就很棒了 delive 或者是delive for and happy life OK 不就很清楚 就写出来了吗 充实的字数比较短 英文的习惯 常常会短的字写前面 长的字写后面 所以我们常常讲 到处一定是写here and there here字数少 摆前面 deal字数多 摆后面 far and wide far 摆前面 wide 比较多 摆后面 这个都是一些 英文的一个概念 好 老师就 不多加琢磨了 我们继续把这个完成吧 听音乐 能平静我们的心灵 就让我们 怎样怎样吧 好 这个后面 准备进入结论了 听音乐 动名师当主持 listening to music can 好了 平静我们的心灵 就是使我们的心灵 很平静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写 can keep our mind in peace in peace 也可以等于 peaceful peac eful 所以 前半段 就是 用这样子的一个 方式 可是 后半段 又是一个句子 这两个句子 没有连接词 我们要思考了 连接词要摆哪里 应该是摆前面 因为 听音乐 能平静我们的心灵 所以就让我们 好好的享受 听音乐的乐趣吧 原因 应应该是在前面 连接词要补前面 我们把连接词补上去吧 as 好 主持 要改小写了 as listening to music can keep our mind in peace 或者是peaceful 后面就是主要子句了 就让我们 这是一个建议 英文的写法就是 let's enjoy 享受 我们可以再加 尽情的享受 尽情享受 如果你要加进去 也可以 enjoy是动词 一般动词 所以要用副词 这个来修饰动词 这个叫heartly 这就是尽情的享受 享受什么 听音乐的乐趣 我们要享受的是乐趣 所以要先写乐趣 the pleasure p-l-e-a-s-u-r-e 什么乐趣 后面再把它片语补上去 off 这个 听音乐已经有了 所以后面我们就不要再写了 我们就用it来代替听音乐 ok 这一句就非常完整了 好 这是有关于听音乐的一个段落的翻译分析